女孩小小年纪 父母就问她要不要生孩子 因为乔蒂的长势实在离谱 年仅三岁的她 身高已经长到了一米二 于是她的父母 想用激素抑制针 来抑制乔蒂的成长速度 让她可以拥有一个正常体型 但是因为代价实在太大 最后不得不放弃 结果就导致乔蒂十岁时 身高就长到了一米七 跟同龄的小朋友站在一起拍照 她显得格格不入 等她升到了高中 她的身高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一米九 平时走在学校了 同学都会嘲笑她 也因为身高 乔蒂至今都没谈过恋爱 一次在图书馆时 好不容易有个男生想和她搭讪 等待乔蒂一站起来 男生就马上被吓得落荒而逃 这让乔蒂非常难过 但其实有一个人 已经喜欢她很久了 那就是乔蒂的同学邓克斯 只是无论她怎么去表示 乔蒂都不为所动 因为她不喜欢 何比自己矮的人谈恋爱 因为这样是会被取笑的 但邓克斯不服气 她表示比她高的肯定没有她帅 但下一秒 她就被啪啪打脸 班上转来了一个帅气转学生 金发闭眼 身材高大 乔蒂都看呆了 邓克斯不服气 说比她高比她帅 但肯定没有她聪明 但她又再一次被打脸 只见男孩只是看了两眼黑板 就直接写出了答案 而这样完美的男生 当然是引起了在场所有女生的关注 下课后乔蒂站在一边 偷偷地看转学生 这是她第一次希望被人注意 但还没等她行动 校花就直奔转学生去 校花和乔蒂是就相识了 她从幼儿园就开始嘲笑乔蒂 说她的手有扇子那么大 连橡皮泥都印不出来 等进入小学 乔蒂的钢琴天赋开始显露出来 她梦想将来成为钢琴家 但是校花还是嘲笑她 说恐怕没有这么大的钢琴供她弹奏 现在校花又抢先对转学生下手 第二天转学生吃饭的时候 校花又出现了 目标直奔转学生 很显然 盯上转学生的并不只有她 短短几分钟 转学生周围就坐满了女生 表面上他们有说有笑 背地里却针锋相对 一旦有人被挤走 旁边的人就会占据她的位置 校花的眼神中透着杀气 只有强者才配合她争夺猎物 场上就只剩两个猎人 他们死死盯着对方 一句话都不说 转学生只能在一旁瑟瑟发抖 直到上课铃声响 背面的女生才满脸不甘退出战场 校花还是技高一筹 仅仅两三句话 她就逗得凯里眉开眼笑 就连上课都黏在一起 甚至还手把手一起做泥塑 乔蒂只能默默在旁边看着 学校不久后会有一场舞会 为了能让转学生注意到自己 乔蒂摆脱姐姐帮她改造自己 姐姐带她去试了好看的裙子 身材高挑的她显得格外美丽 之后姐姐又带她去做了头发 但就在剧里舞会的前几天 她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女孩被自己暗恋的人邀请 这让她感到很惊喜 激动得语无伦次 但是电话里突然出现 讨厌的校花的声音 原来这都是校花的恶作剧 校花嘲讽她不要白日做梦了 转学生怎么可能会邀请她 乔蒂挂断电话后伤心欲绝 她从此变得更加自卑 出门都冷着一张脸 完全不和家人说一句话 到学校就把自己关进厕所 不想去面对校花的嘲笑 闺蜜想劝她振作起来 她却直接把闺蜜关在门外 闺蜜隔着门对她说 当你被人找查和取笑的时候 你不会躲在学校厕所 而是自信站起来 大方承认那就是自己 这就是闺蜜对她的祝福 但回应她的只有冲水声 闺蜜叹了口气 无奈地转身离开 等闺蜜的脚步声消失 乔蒂才小心翼翼地从厕所出来 但是刚走出厕所 就直接撞见了校花 害怕再次被嘲笑 于是乔蒂躲进了一间教室 刚好撞见转学生 在教室里弹钢琴 转学生没有责怪她的突然闯入 但转学生弹得实在太烂 乔蒂忍不住上前指点了几句 转学生顺势提出让她弹一手 乔蒂拒绝了 因为她的手太大了 转学生却毫不在意 她朝乔蒂伸出手 乔蒂这才发现 两人的手掌几乎一样大 转学生安慰她 既然自己能弹钢琴 凭什么她就不行 乔蒂彻底放心了 这是乔蒂第一次受到尊重 在转学生的眼中 她没看到任何歧视 晚上的时候 乔蒂再次接到了 自称是转学生的电话 她决定不再懦弱 勇敢反击 警告对方不要再招惹自己 谁知道这次竟然是真的转学生 她想要邀请乔蒂到她家看电影 等到乔蒂到她家才知道 转学生现在是寄居在邓克斯家 邓克斯对于乔蒂来找 转学生感到很不爽 在他们两个在看电影的时候 邓克斯就开始晃来晃去 刷存在感 还会刷出噪音 转学生以为 这条单身狗受到了刺激 于是大方帝 邀请她过来一起看电影 邓克斯也很不客气 直接一屁股坐在两人中间 乔蒂对她非常嫌弃 但邓克斯却一脸得逞的笑 电影结束后 转学生送乔蒂回家 乔蒂告诉她 自己经常因为一米九的身高 而被歧视 高个子的女生 在人们眼中都是怪物 没人愿意去真正了解她们 转学生感到很诧异 她郑重地告诉乔蒂 在她的眼中 乔蒂只是一个女孩而已 不仅聪明过人 还风趣且美丽 乔蒂忍不住吻了上去 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勇敢 第二天 乔蒂邀请转学生去看 晚上姐姐的学美比赛 转学生欣然答应 但直到比赛结束 转学生都没出现 给她发了无数次短信 也湿沉大海 这场学美比赛也太精彩了 女孩们在台上各显身手 有的在上面翻跟头 有的在上面变魔术 甚至还有扔飞镖 这个人就是乔蒂的姐姐 当她看到乔蒂身边的空位时 感到很奇怪 用眼神询问乔蒂怎么回事 乔蒂为了不让姐姐担心 没有说出实情 比赛结束后 当乔蒂带着肚子疑惑 找到转学生家时 发现这里正举办派对 转学生一见到乔蒂 就马上和她道歉 表示是自己准备派对太忙 忘记了和她的约定 这时又有人来找转学生合影 转学生立马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乔蒂终于明白 比起喜欢自己 在派对广受欢迎 才是他喜欢的 乔蒂回到家后 就把自己关起来 父亲在门口不停呼唤他 他也没有开门 最后爸爸在楼下弹起了钢琴 乔蒂走下楼 静静依偎在爸爸身边 第二天 邓克斯拿着一份礼物 鼻青脸肿地找到乔蒂 乔蒂询问他的伤势怎么回事 邓克斯却怎么也不肯说 乔蒂拆开礼盒 发现那是一双45码的高跟鞋 乔蒂低落地说 自己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穿 邓克斯却一点也不在意 安慰他说以后你会遇到 比你高的好人 他会非常喜欢你 当他邀请你去约会的时候 你就可以穿上这双鞋 这就是我给你以防的万一 当晚乔蒂就收到一段视频 这时他才知道 昨晚他离开后 派对上发生了什么事 转学生在笑话的鼓动下 开始大肆嘲笑乔蒂 表示自己怎么可能会看得上那种 这时邓克斯举着箱子砸了过来 之后开始和周围的同学 诉说乔蒂的优点 场上还是有人拿乔蒂的身高做文章 邓克斯就毫不犹豫 一拳砸在他的脸上 乔蒂这才明白 邓克斯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就是学校舞会 转学生最后和笑话组成了舞伴 但转学生却心智缺缺 昨晚他说完那些话就后悔了 其实他早就喜欢上了乔蒂 但已经晚了 就在这时 乔蒂踩着邓克斯 送给他的高跟鞋 穿着一身鼻挺的西装 头发高高挽起发迹 他的气场非常强大 所到之处都让人自动退让 乔蒂静止走向舞台 拿下话筒对所有曾经 嘲笑他的人说 也许在你们眼里我是个怪物 但事实上 我不仅是十级的钢琴演奏者 还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 尽管取笑我吧 给我取绰号吧 问我上面的空气好不好 因为上面的风景真的很好 所有人面面相去 闺蜜第一个跳起来为乔蒂鼓掌 紧接全场响起了掌声 乔蒂走下台拥抱闺蜜 就在乔蒂离开后 转笑声追了出来 希望乔蒂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乔蒂微微一笑 表示他的确想要重新开始 但不适合你 之后乔蒂找到了邓克斯 这一刻 他终于知道了男孩的心意 表示愿意试着和他交往 但前提是他要扔掉盒子 因为从没见过谁带着箱子去上学 这时邓克斯把箱子放在脚下 然后自己站上箱子 终于比乔蒂高了 为了这一刻 他已经等了足足十年 感谢观看